古人说,千古艰难为一死,死亡,堪称人性的事今时,在生死之际,任何人的本来念慕会暴露无遗,有人选择舍生取义,有人选择了苟且偷生,明朝念亡之际,很多人都必须在生死之间,做出艰难抉择,是玉岁还是瓦全? 是明朝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要交出的一份打卷,崇祯皇帝虽才干平庸,但却义无反顾选择以身殉国,明朝大臣中,出了无三贵之流的叛将,但也有很多人以此报国,有个人临行前一句话,让刀斧手都当场下贵磕头。 此人就是明朝大臣左茂地,左茂地,老家是山东来阳人,崇祯四年近世出身,在崇祯手下先后出任陕西寒城之县,户部给市中等职务。 整个崇祭时期,他的仕途一直波澜不惊。 崇祯十七年,他奉命出巡江南,阴差阳错躲过了李自成功占京师的劫难。 南明朝廷在南京组建后,左茂地参与到南明组织的反清复明活动中,历任又迁都御史等职务。 左茂地虽是文人出身,却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俯如书生。 一身壮怀激烈的豪杰之气,见到明末国家多难。 内有权臣作乱,帝君风起,外有清兵扰边,形势危急。 茂成怀愤,决意做个为国不必生死的忠臣。 他的气节和才干,很快显露出来。 在陕西韩城担任支县期间,正值李自成等义军活动高峰期,各地官吏文风溃逃。 左茂地却临微不惧,组织玄成军民严阵以待。 拼死反击,李自成等的队伍围攻韩城一月多,最终居然不能攻克。 从真皇帝死后,左茂地多次向南明朝廷进言。 反复沉说整军精武,锐意图强之建议。 面对迫在眉睫的清军南下威胁,左茂地坚决主战。 认为必须先取得战场胜利,方有可能奠定化疆而至的格局。 可惜昏庸的龙武帝见不及此,一心求和。 满朝用陆之辈也随声附和。 认为清朝入关,只是针对李自成。 幻想与清朝和谈达成同盟。 以求得苟安一时。 既然想和谈。 总得找个谈判代表。 文武大臣们,一听要去念见清朝的虎狼之君。 无不畏首畏尾。 无一人敢应称。 龙武帝没办法。 只得把这个苦差使,硬推给左茂地。 左茂地本是积极的主战派。 却被任命为难名的和谈使团的代表。 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 但左茂地骨子里的中军思想, 让他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。 推诿扯皮不出头。 而是凯然英允。 林威寿命渡江北上, 开始了这次杀鸡四伏的和谈之行。 当时清朝是摄政王多尔滚当权。 多尔滚对南明小朝廷, 根本不屑一顾。 对左茂地使团冷如冰霜。 他们抵经后, 先被安排在四仪馆下派。 四仪馆是专门接待外藩蜀国的场所。 左茂地大为愤怒。 拒绝入住。 认为南明并非清朝蜀国。 不该住在此地。 最后才被安排在红卢寺。 多日之后, 清朝大学士甘陵才接见南明使团。 席间故意不给他们安排座椅。 让他们按照女真人习俗坐在地架上。 左茂地说。 中原人不习惯坐在地下。 命人搬来椅子, 大大方方坐下。 刚临对南明朝廷横家指责。 都被左茂地针锋相对顶了回去。 刚临离屈雄。 威胁道。 大军即日就要南下。 左茂地抗声达道。 江南地广兵多。 岂容你等小觑。 刚临一言不发拂袖而去。 不久后多尔滚下令。 把南明使团全部软禁起来。 不过左茂地的硬气和才干。 让多尔滚佩服不已。 先后派遣红成仇等一批前名将臣前来劝降。 都被左茂地骂了出去。 后来。 清廷派人威胁左茂地等人。 强迫他们削发流变。 左茂地置之不理。 但是团里有个性爱的中军。 攀生为死偷偷削发。 左茂地看到后怒不可恶。 赫链左右狠狠打他一顿板子。 伤重毙命。 清廷闻讯后。 派人上门追究。 左茂地说。 我用明朝法令处罚明朝之人。 与贵国合肝。 清廷恼羞成怒。 把他们全部关入刑部大牢。 最后多尔滚命人。 把左茂地等为首五人压来。 他当面好言抚慰。 称赞他们是忠臣。 劝他们归顺。 左茂地只求诉死。 别无他言。 多尔滚命人把他们压赴法场斩首。 随口济略记载了他们的最后时刻。 左茂地等五人到了蔡氏口。 向南四拜。 引颈带路。 谁知多尔滚仍不死心。 临行前。 呼一观飞席致。 传达多尔滚的命令。 将者封以王爵。 左茂地立声喊了八个字。 名为男鬼。 不为北王。 刀俯守杨某。 在前名就负责行行。 他虽身居卑贱。 却良心未敏。 他心中置身敬佩左茂地等人的风范。 此刻要亲手斩杀这些忠臣义士。 心中溃毁无极。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。 杨某把刀扔在一旁。 替气扣头尔后行行。 他给这些人下跪磕头后。 才举单行行。 左茂地虽死。 殷封不灭。 灰硬是人。